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老東西 我是安樂盧肉王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台 就是我每天都一定會帶出門的相機 那就是 Ricco的AutoHave Ricco的AutoHave是從1960年開始生產 那他的兄弟姊妹實在是多的不升美局 比較常見的型號有八個 分別是 是 E E2 S S1 S12 SL EF EF2 其中還包括很多的聯名款 企業合作款 以及特製版等特殊款式 就像他在1970年跟日本萬國波浪會合作推出的紀念版 就像剛剛所說的他有眾多的兄弟姊妹 但是不論在外型或是使用方式其實都大同小異 我們先來聊聊他這小小可愛的外型好了 能夠造就他這麼方便攜帶的體積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跟Dial 35一樣 是一台E35底片能夠拍72張的半格底片機 By the way 這個掰過了 如果還不清楚半格底片機是什麼的話 趕快去看第一集 我們在介紹Dial 35的時候已經有介紹過了 OK回到AutoHave 方正的外型和正面的C版呢 正是這一家族的特色 我們手上這台AutoHave呢也是這一家族的成員之一 型號是Y 同樣有著上述的家族特色 那他搭配的是一顆25mm F2.8的鏡頭 最大光圈是F2.8 最小的是F22 AutoHave的操作呢其實相當的簡單 當時的定位應該是讓他成為一台 每個人拿到都可以直接上手的傻瓜相機 那究竟他有多傻瓜呢 從他的名字其實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他叫做AutoHave 所以AutoHave翻成中文就是 自動一半 還是一半自動 自動一半 所以說呢他是一半的自動 那另外一半就是要靠你自己來操作 AutoHave是利用鏡頭周圍的C版做側光 曝光不足的時候 觀景窗裡面的點點會呈現紅色 曝光正常的時候會呈現黃色 可惜的是呢 他在過曝的時候不會有任何的警告 那這是要在拍攝的時候需要多多注意的地方 鏡頭旁邊的撥桿為定時快門 機身上方有個轉盤 內圈是調整底片的ISO值 外圈則是用來調整光圈 顯示A的時候呢是自動模式 在自動模式下快門的速度為125分之一 手動光圈的時候快門的速值會是30分之一 下方大顆的旋鈕則是過片旋鈕跟快門的8條 AutoHealth呢跟我們之前介紹的 帶有35呢有一些相同之處 就是它底下的這個過片旋鈕 不僅能夠過片也能夠上緊8條 而它上緊8條之後大概可以拍7到10張相片 底部的另一邊呢是回片的裝置 只要按住過片旋鈕中間的按鈕 再旋轉回片裝置就可以回片啦 回片裝置的旁邊呢有一個小小的視窗 裡面會顯示已經拍攝的帳數 AutoHealth呢只需要過片 然後檢視曝光 按下快門 就是這麼簡單 連對焦都不用 為什麼說它不用對焦呢 因為AutoHealth是採用泛膠方式的相機 By the way 說到泛膠呢其實是可以長篇大論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的說下去的話 你們應該就關影片了 那我們就長話短說 所謂的泛膠呢是指透過光圈跟焦距之間的調整 讓你在某一個距離以外拍出來的東西都會是清楚的 如果你還是對泛膠有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總之呢 AutoHealth利用了泛膠的方式 讓拍攝變得更簡單了 那我們也用了AutoHealth拍攝了一些照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總結 AutoHealth及簡易輕便預深 又是如此的平易性能 又方便攜帶 作為一台隨身紀錄生活的底片機 真的是再適合不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喜歡 訂閱 分享 鈴鐺 你最老東西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